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,这种鱼 马口,很好 漂亮的马口 也很漂亮的马口 这条漂亮,这条漂亮 最条漂亮 公鱼 哇 漂亮 继续 鱼 草下面居然没有鱼 我觉得应该会有难理的 再试一下 不是难理 极力吃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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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岸边堆肥处理了 这种鱼 一般都是这样对的 自己拿 诶,又一条 好吧,一条公鱼,一条母鱼 成双入队 看一下能不能消灭鱼 双入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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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快吗 哇,这条是街口 马口 哇 这是一条 看一下 这是一条母马 接口最好玩 哇 追过来的不是马口 还是极力吃掉 又是极力吃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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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一下 我们再试着打到草堆里面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些 像哪里之类的 从草堆里面冲出来的哪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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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现在现在也是边哪里的 几乎是霸占了 几乎是霸占了 没有 说 终于马口 六十一条母马口 今天的鱼都蛮瘦的 看一下那边草堆里面有没有南米 看一下那边的草堆里面 没有基地资料那里有一条基地资料比较大 有风过来 老是要挂 中了南米 说什么来什么 看到了吧 这就是本地入侵的比较严重的一种鱼 以前根本就没有这种鱼的存在了 这后面这几年了南米特别的多 来了一个生猴我们看一下它的侧面 看起来好像鱼鳍特别高对吧 这一条是一条公鱼 我们看它的头部的一个形状 我 有稍微的说过这个事情 我嘴巴咬的还特别的紧 这个钩子帮你拿出来你还不要吗 咬的太紧了 哇 有点 好我们来稍微的讲一下 像哪里啊 我们要看除了它这个身形之外 我们要看的最主要的辨别一个公母的特征 就是它的一个头部 公鱼的话呢 它这个下河特别的突出 哎呦跑了 公鱼的话呢 它的下河特别的突出